他们排成一排,迎着弹雨去送死,第一个倒下了,后面的接着当肉盾,如此不要命的做法,只是为了靠近坦克,让最后一个人背着炸药包跟坦克同归于尽,这是1937年的南京,日军入侵,装备精良,我方没有打败坦克的武器,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跟小鬼子战斗。 即便这样,小鬼子的猖狂兽刑还是令人发指,他们在南京疯狂屠杀,所过之处无意火物,在李教官的掩护下,一群女学生躲进了教堂,在他们无助哭泣时,门外来了一群风月女,他们是秦怀河的女人,即便逃难也风韵犹存。 看到教堂有洋人后,身为头牌的玉墨,发出了丘比特之吻,他们将秦怀河的万种风情,带进了教堂的地窖里,玉墨也会洋吻,他本想让洋人帮助姐妹们逃跑,但这个洋人只是个兵医师,平时靠装神弄鬼,挣点酒钱,他来这是给神父做法事,见管事的是个小孩,约翰才暂时留下来,想多拿点值钱的东西。 女人们纷纷起哄,女学生的眼神里却充满了鄙怡,他们打心眼里认定,这群秦怀河的女人,是不知王国恨的伤女。 到了深夜,李教官突然闯进地窖,同伴受了重伤,他希望同伴在临死前,能待在一个温暖的地方,这遭到女人们的群嘲。 女人,脾气大点还不行啊,女人们占老死的后面是应该的,当地的伤,算什么东西啊? 是的,不是爱跟闹总。 人命关天,玉莫递过剪刀,帮助李教官安置同伴,大家这才发现,躺在床上的是一张稚嫩的娃娃脸。 李教官拜托女人,帮她照顾补生,说完便走出地窖,她本有机会逃命,但她选择躲在对面的阁楼上,暗中保护教堂里的人。 喝多了的约翰缠着玉莫。 看你这个屌羊,要不是因为你长一长洋人脸?老娘眼睛各都不会少一下。 在拒绝了约翰饭后,教堂有了片刻的宁静,隔天一早,教堂又炒发了天,女学生觉得女人嫩脏,不肯让她们上厕所。 双方还在争执时,一颗子弹突然袭来,打穿了女学生的脖子,意识到是小鬼子后,女人们慌忙躲进地窖,玉莫扶着地窖门,等着女学生进来,但却晚了一步。 小鬼子发现了女学生,书娟看来演喻末后,果断带着同伴上了楼,人间炼狱在此刻降临。 在教堂最明亮的地方,女学生被小鬼子抓住,后中的棉符已被撕破,在绝望的哭喊声中,一颗子弹穿过玻璃漏洞,打进了鬼子的后脑勺。 地上的书娟吓呆了,鬼子意识到危险后,暂时放过了女学生,开始寻找狙击手。 李教官早已设好了陷阱,等鬼子全部跑到天台时,他吊着最后一口气,拉动绳子。 在震天的巨响中,鬼子被炸开了花,但危险并没有解除,又有大批鬼子来到教堂。 一向贪生怕死的约翰,这一次没有退缩。 他以神父的名义,出面拦住了大佐,将女学生护在身后。 小鬼子的暴行历历在目,良心被唤醒了他,刚才也不是没有努力过,他用教父的名义,希望小鬼子停手。 但小鬼子却不当一回事,直接砍掉他手中的旗帜,还把约翰一把推倒,继续对女学生施暴。 等他再醒来时,已经有女学生被逼得跳楼而亡。 在生命面前,他抛掉了国籍之分,跟大佐努力周旋。 但大佐看似绅士,实则包藏祸心,他让女学生在两天后,表演日本神曲,互相。 约翰无法拒绝,只能答应了下来,教堂被小鬼子包围,他们成为瓮中之鳖。 地窖里的秦怀和女人,对女学生放下了偏见。 谢谢。 但地窖里的普生,由于得不到有效救治,在温暖中离开了人世。 女学生得知死事后, 双方的边界都在逐渐消失,但此时又出了意外。 豆蔻想找点琵琶弦,为补生坛琴怀景送行。 向来想拿回珍爱的耳环,两人结伴跑回了翠喜楼。 玉莫只能求约翰,让他出门找人。 约翰照做了,路上,他碰到了朋友,朋友让约翰跟自己离开。 约翰思考了一秒后,他放弃了这个机会。 这边,豆蔻两人刚拿到东西,就被小鬼子发现了。 香兰在逃跑时被打中,而豆蔻即便跳河,还是被小鬼子抓住。 在遭到轮番的践踏后,两人没能活下来。 等约翰赶到时,香兰衣不避体。 被捆在椅子上的豆蔻,头发丝还在滴血。 回去后,约翰告诉众人,两人是被榴弹打死的。 此前没有任何痛苦,在悲哀的DCR中,约翰看到了生机。 给日本人当走狗的书捐父亲,送来了修卡车的工具跟通行证。 隔天,大佐来了。 一个风月女为了找猫,混进了学生队伍。 日本人让女学生参加明天的庆功宴。 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,深夜,书捐带着同伴站上了教堂的天台。 11个妓女躺成一排,等着丧葬师给自己化妆。 她要重回14岁,当一次正经的女学生。 在清碎的剪刀声跟烫红的铁钳下,秀发落满了地窖。 曾经风情万种的秦怀和女人,摇身一变,变成了女学生。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女人们激动不已。 她们打扮成这样,是为了替女学生迎接小鬼子的暴行。 这一去,几乎回不来了。 本来这关不关女人们的事,但女学生为了保住真洁,站上天台,跳楼自尽。 为了救人,玉莫率先发话。 其他女人纷纷附和。 等救下女学生后,其中一个女人后悔了。 她觉得这样做不值得。 之前女学生嫌她们脏,连毛策都不让她们进。 玉莫轻飘飘的一句诗。 伤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游畅后庭花,打消了同伴的愤气。 女学生送来棉服,在一生生姐姐中,女人们将贵重物品,一件一件地交给她们。 这也是女人们的希望。 在变成女学生前,女人们来了最后一次合唱。 一首秦淮景,一曲琵琶音,女人们仿佛回到了秦淮河,每个人都散发夺目光彩。 结束后,玉莫找到约翰帮忙,他是给死人化妆的,出于职业习惯。 只有人平躺着,他才能找到感觉。 经过几天的相处,玉莫跟约翰互生情愫。 这是一个口头愿望。 在替玉莫改造成功后,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 但小鬼子数的是十三个,女人们却只有十二个。 小小说自己能行,只要她低着头,在路上不被发现,就能为约翰争取时间,将女学生安全送走。 至此,金灵十三差诞生了。 他们打碎玻璃,挑出最锋利的一块,摔在棉符之中,能转到一个小鬼子的脸珠子,他们都觉得值了。 很快,小日本来接人了。 一个妓女临时反悔,说自己不是女学生,哭喊着不肯上车。 给日本人当翻译的书娟父亲,在没看到自己的女儿后,瞬间明白了一切。 他选择了沉默,女人们最终还是上了车。 在离开时,书娟父亲被小鬼子一枪抱头。 约翰用帽子盖住了脸。 在送女学生上车时,约翰对书娟说, 在藏好了女学生后,约翰开着卡车一路向西,靠着书娟父亲的通行证,女学生获救了。 而金灵十三差,至今生死不明。 这部剧一经播出,一部分人炮空女学生,一部分人觉得,这些妓女就该这样做,争论没有意义。 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,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1937年南京的这场浩劫,这才是我们该寻找的价值。